从事33年幼教工作的吉安乡长游淑珍 一大早前往吉安国小活动中心 来关心幼儿园教职员工的接种疫苗情形 同时也转介了晨熙兄弟会到现场 捐赠100杯清凉的饮料给现场的服务人员 感谢医护团队辛劳 花莲县公司立幼儿园教职员工接种新冠疫苗 在17号开打 从事33年幼教工作的吉安乡长游淑珍 一早也特别前往吉安国小活动中心关心试打情形 为了感谢医护团队辛劳 乡长游淑珍也转介晨熙兄弟会一同到场 捐赠100杯清凉饮料给现场的服务人员 今天会过来吉安国小这边煎饮料 最主要也是说 靠赏我们的医疗人员他们的辛苦 为了我们全民的健康 做这种防疫来打针 帮这些医疗这些民众打针 让他们能够身体更为去防护到他们的健康 所以说继续跟乡长说 医疗人员他们的辛苦 所以今天过来做这个活动 今天是我们幼儿园在过去 淑珍非常多的好朋友跟师长也都在里面 我们相信来关怀我们这一群孕育孩子成长的幼教师们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平日掀起的是对孩子的养护 呵护照顾甚至是保护的关怀 今天谢谢县政府给我们移住这样的力量 在所有的幼教师 让我们也能够得到健康的保护之后 能够未来延展更多的教育 也谢谢陈欣慧在延延的夏日送来温馨 然后呢这个凉凉的幸福的关怀 我们相信包着满头 穿着这个防护衣 非常热汗流胛背的医护人员 以及我们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辛劳 也祝福我们幼教师们 大家健康赶快回到职场上 因为我们的孩子都需要你们 北区接种站17号服务了吉安乡 花莲市 青城乡 秀林乡及封冰乡等地 约743名幼教相关人员施打新冠疫苗 这次是由门诺医院执行施打作业 而吉安乡公所也协力在周边 发放平安水及酒精 湿脂精等物资 营造舒适友善的环境 也让民众可以为自身安全多做一道把关 坚守防疫 医疗教育 大家加油